Hello 大家好 我是私家偵探Aros 今集就是帶大家吃一些比較貴一點的食物 正所謂吃一些貴一點的食物 當然要帶一些老闆級的人帶領我去吃 這個是誰呢 就是 老闆 對了 老闆 你好 我們現在準備去吃一些比較貴一點的食物 這間餐廳就是在網上看到 我看到它的食物是超可愛的 好 現在我們就準備進去吃了 吃之前 等等 進去之前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影片的話 就記得給個讚 分享給朋友 在下方留言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下一條新的影片就不會錯過了 另外也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Instagram和TikTok 好 我們現在進去了 你很喜歡鏡子 嗯 可以 你看看 它有西瓜頭 你看看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個 西瓜頭 西瓜頭有很多醜聞 沒有 這些不是醜聞 過眼雲煙 進去吧 登登 Enjoy Eating House & Bra 是一間古式古香的新加坡小餐館 他們有兩間分店 地址我會寫在影片後面和留言板上 而今天就和老公去位於Steven Road的分店了 進去 你會看到一些古典優雅的裝飾和擺設 加起來在餐廳裏面 撞到板板聲的顏色配搭 既有浪漫懷舊的情懷 但又不失奪目生榮的感覺 為什麼來這間餐廳呢 就是因為這個菜單 這個菜單超可愛 我會點一個麵給你吃 因為新加坡人通常會是粉麵 然後再吃一個主菜 香港人就不是的 通常點整桌都是菜 然後一個白飯就分享 不會吃一碗白飯 我就點多點菜 然後點一個麵給你吃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夠了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寫一頁 刁牌菜在這裡 他就說不吃會絕對後悔 我每天都點了 我輕手一點 點這個 鵝肝 你吃鵝肝的 吃 是吧 是內臟來的 吃吧 吃吧 我認識很多新加坡人 都不太吃內臟 但是你特別一點 你吃豬大腸的 是 那時候在香港吃山腸 但是他不知道山腸是什麼 是什麼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山腸呢 另外我就會點這個 他的招牌這個 這個新加坡辣椒醬大蝦 跟辣椒蟹差不多 但是蟹要剝殼 不用我剝殼 我剝殼 就是他剝殼 不用我剝殼 就是他剝殼 你喜歡吃魚 他們整家人都喜歡吃魚 就點這個 另外會點一個粉麵 點一個粉麵給你 他有些seafood 然後下面吃 第二版全部都是魚 看看麵子 第六頁 這個適合你 你點一個 你點哪個 是的 買個東西 然後就點這個 另外就點一個甜品 你要什麼甜品 他有這個 這個 這個 豬排的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對 他點這個 我點這個 OK 等上菜 黑安格斯牛柳粒 配鵝肝 牛柳粒 用了洋蔥 大蒜 甜椒 再用自製的黑胡椒醬炒炒炒炒炒 再配搭用平底鍋烤過的鵝肝 多汁 柔軟的牛柳粒 帶有溫和的黑胡椒味 鵝肝也增添了濃郁的味道 招牌菜是新加坡風味的辣椒蝦 這個菜的靈感是來自於辣椒蟹 少了吃蟹的麻煩 是因為蝦已經脫了殼 絕對是一道又細心 價錢又優惠的菜式 而大蝦是用辣椒蟹醬煮出來的 肉汁非常濃郁 但又不會太辣 鹽烤爐魚 用鹽像堆沙布一樣 將魚包起來 再放入烤爐裡烤 相信靈感是來自於泰國 因為可愛又英俊的廚師Joelle 是在曼谷做過的 而且在新加坡擁有自己的泰國餐廳 當媽媽過世後就決定不做泰國餐廳 再和朋友開這間餐廳 來保留媽媽的攀飲技巧 每日新鮮運到的鱸魚 烤出來的肉非常鮮甜 鹽餵魚肉增加一些鹹味 簡單的味道絕對沒有遮蓋魚本身的鮮甜 總廚JoelleMikia2.0 豬頸肉加上溫泉蛋 配上松露油和魚棋魚 魚子醬混合在一起的露面 豬頸肉的肉質非常嫩 而且還有口感 甜甜的醬汁 加上煙燻味的味道 這種味道有點像貴價叉燒 第一款甜品 胡黎白果 是福州、敏南、潮州菜的一道傳統甜品 加上香滑的椰子奶 不油膩 分內清甜 第二款就是Chanto布丁 跟外面吃的不一樣 它是沒有刨冰的 而是用椰子布丁作底部 生榮的配搭 你沒理由不試的 牛肉,你試一下 好吃嗎? 是不是很好吃? 好吃 這些才是牛肉 外面吃的要不吃不好 這個真的陽性 對 這個多錢 我忘記了 不知道 不要理會它多錢 是好吃的 好吃的貴也沒關係 不好吃的 三元你也不吃 它是胡椒 但它又沒有很重的胡椒味 然後有一點甜 可能它加了這些 紅椒、青椒 你不喜歡吃的 它加了這些 你墊起那個味 我覺得OK 你吃一塊一點 不行 吃了給你五十元 不用 一百 一千 no lid no lid 氣聲救波 那些英文 當然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水準 你才明白 但有些很簡單 例如剛才他說 no lid can can 可以給我一萬元嗎? can 就是這樣 很不願意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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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CAN 你玩CAN CAN是那個雞頭把王那個雀不吃生的CAN BARBY那個也是CAN 這個是鵝肝 你吃這個 你吃不吃得 啊 這裡會問你會不會吃 你會不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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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這個詞語其實我不太明白 吃東西而已 吃東西是懂的 有不懂的嗎 你的旅遊書會說 新加坡最出名的就是 辣椒蟹或者胡椒蟹 這個蝦就厲害了 它是不用剝殼的 你不用剝殼 你會不會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辣椒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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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了一些 番茄的 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新加坡辣椒蟹 那是不是有番茄 有的 對啊我不明白 我問他是不是有番茄 然後他就回答我 新加坡的什麼什麼 你回答我有還是沒有就可以 有啊 你回答我有還是沒有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你想說的話 因為我不是想聽那些 這個魚呢 在香港呢 很大條 很大條嗎 本來這條魚很大條嗎 我 我很大條 你很大條嗎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嗎 哈哈哈哈 不是 問你以前的女朋友 你有沒有問過你以前的女朋友 嗯 那些什麼 中蛇啊 那些 那些假妹嘛 對吧 還有一個穿衣不穿包的那個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吃魚吧 我現在說話 吃魚 這條魚是滑的 這個魚是可以捱的 我們兩個人吃不完 這個魚 四個人吃 嗯 還有一條魚人腥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蟑 有蟑嗎 這整個瓶都是蟑 這個不是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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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蟑 這個是蟑 你有沒有聞到那種 黑醇好味 你看 哇 好味 嗯 本來他叫這個麵的時候 我就有點反白眼 覺得 又是吃麵 那我就順一下他耳 但是想不到是好吃 這個麵是超好吃 其實重點不是麵 重點是這個豬頸肉 是嗎 是嗎 這個啊 豬頸肉 它的感覺吃下去就好像叉燒一樣的味道 而且它是豬頸肉 豬頸肉 它有一個感覺 有一個口感 就是它是爽口的 吃了麵 你知道為什麼我這麼瘦嗎 是肯定說話不吃東西 不是啊 你不停吃麵 我也沒機會吃麵 這隻粉麵飯是真的會肥的 這個堅抽 厲害 這個小的好像很厲害 清朝的 清朝是這些嗎 不可以是唐朝的嗎 唐朝應該不是這樣的 唐朝不是這樣的嗎 我還打算說我自己沒有質疊 不是很多地方都有湖泥吃的 另外這個湖泥 沒有豬油的成分 所以它會跟外面用豬油做的有一點不同 比較甜 豬油做的會比較厚 外面你會看到一座山 一座冰山 然後淋上一些黑色醬 綠色這個叫什麼 啫喱 啫喱 算了 我覺得我老公的形容食物是不行的 因為我有問過他 啫喱和大菜糕有什麼分別 啫喱和大菜糕 大家知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我老公是覺得沒有分別的 是有分別的 啫喱是軟一點 蛋一點的 大菜糕是硬的 一放在地上會粉碎 你媽媽做的是大菜糕 不是叫啫喱 我想問 你白色這個叫什麼 啫喱嗎 就是整盤都是啫喱 不是 下面那個是布丁 下面那個是布丁 上面這個叫啫喱 對 啫喱布丁 這個很美味 好像豆腐花 它好像豆 椰子花 什麼椰子花 它的質感好像豆腐花 但是它不是豆腐花的味道 它是有些椰子的味道 就是椰子花 所以我老公說這個叫椰子花 今集就拍到這裡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一輪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給個讚 分享給朋友 在樓下留言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按下新的影片 你就不會錯過了 另外也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和TikTok 好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麵太長了 太麵太長 那你就咬下去吧 你不喜歡長呢 你喜歡短的 拍車的幾米牆 哈哈 哈哈